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跟大家說這個區塊 這裡有一間我以前超常吃的松屋 因為這間松屋的分店啊 它的那個肉品質還蠻好的 結果它倒了 整個伊尾平地 不見了 嗯 太突然了吧 大家我現在呢到新宿了 然後我剛剛迅速的換完妝了 看一下我今天的打扮 我是一個月光仙子來著 然後睽違兩年 到日本 今天要來吃ワンコーソーバ 為什麼 大家一定會想說為什麼 因為呢 ワンコーソーバ應該算是非常多人認識我的一個起點 我自己覺得那個算是我的起點 所以就一直希望可以再回來看看 再的話就是因為不能來日本的這段期間呢 我就看到 ワンコーソーバ現在居然也有回傳形式的 我那時候開的時候我就想說 這就是應該我要來拍啊 ワンコーソーバ呢 我之前都特別到那個東北去吃 現在呢新宿就吃得到 所以我們就也順便來看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月光仙子才點開箱 這一個貓油漬長不知道是什麼 很酷 它這邊點餐的方式呢有分兩種 一種是你在吃的時候是一碗一碗到 吃完一碗再到下一碗 另外一種方式呢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碗 你可以把那個蕎麥麵一次到很多碗 集中成一碗之後再立刻吃 兩種消費方式 但是我覺得一碗一碗到 比較有我以前在吃ワンコーソーバ的感覺 所以呢我來選這個方式吧 我剛剛已經點完餐了 然後因為它等一下開始吃的時候 就是不適合講話 因為前面就是那個回轉的丸子蕎麥麵 所以我就先講解一下 因為它蕎麥麵裡面是沒有醬子沒有醬子的 所以就是把這個拿一碗下來之後 再倒醬子下去 然後吃著吃著之後 裡面的那個醬汁會越來越多 你就可以把它倒過來 然後它旁邊還附了非常多的小菜 就是吃多的時候就可能會膩 你就可以照理調和一下 他剛剛說100碗有小薑品 希望可以 還附了一個這個 這樣的正式 怎麼這麼可愛 倒入碗 加醬汁 好嗎? 也許可以 所以我可以在一起吃 我可以吃 你會吃 要吃嗎? 可以嗎? 不可以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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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隨便吃 我買了買40杯 好 runt 好吃 一枚のソファ 大体三枚 一人 三人 三人 女性 60 80 一人 はい 頑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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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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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準備 crianças 我超過的 超過的 超過的 雖然是多了 超過的 好 Luke's 60的 好 超過的 以上 你仍然有很多嗎? 我還在 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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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半分有一點 二十分 香菜 六十 六十 七 八 七 七 大股 努力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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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 剩10分 跟大家說 出國旅遊的時候 最燒錢的就是住宿了 所以今天由省錢水水 來教大家怎麼樣去省錢的小撇步 就是使用這個 亞太地區最大的現金回饋網站 SHOPEX 它裡面 十一住行育樂 你都可以一次的解決 只需要從它的網站連過去 跟平常一樣的訂購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現金回饋是無上限的 像我本人用最多的就是像Uber EFU PANDA這種外送的回饋 所以我自己的現金回饋上面全部都是外送的 它還有像一些比較熱門的 Agoda Disney Plus 蝦皮超市 PC Home 樂天 家樂福 通通都有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訂日本的住宿 所以非常的簡單 從這裡點進去Agoda 然後從這邊連續過APP 就完成了 舒服好家 還在轉 還在轉 我要去日本玩 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的訂單 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步驟也非常的簡單 而且它的現金回饋除了可以跟信用卡優惠使用之外 你也可以跟平台本身的折扣並用 不是很方便呢 然後像KK Day或是K Look啊 你要訂行程那些也可以 像是國外比較熱門的SelfieG 或是Look Fantasies也有 然後你看我現在有多少的現金回饋了 110塊 而且它累積的回饋金只要達到200塊 你就可以提領到你指定的帳戶裡面 是真的可以領出來的 而且現在點選資訊欄 我的註冊連結 你還可以獲得100塊的獎勵金喔 這樣子你只要再累積100塊 你就可以提領現金了 是不是很棒呢 我要去日本玩了 大家掰掰 這裡就是我用Shop Bag訂的飯店 而且我跟你說 因為我那一次訂完之後啊 它回饋其實已經下來了 它的回饋金我記得是75塊 75塊我在日本的超商又可以再吃一下了 說到什麼 前面的我還會第二章 看起來是200塊 好棒 限定 所有的 超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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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塊 謝謝 Oscar 快點 不知道 不 不用客氣 不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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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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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鮮费到餐足,只需要餐ю 。 用二次吃Это也可以 D you go ! 。 已出餐 我放ちょlot I mean, though食材是13alf 我煮 Evangelion 我煮了! 我煮了! 有了 48人 超級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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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食材 謝謝 這也很方便 你可以打你今天吃了集完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拍照 出人Q呢 吃完了 剛剛的那個回准的文庫說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它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一碗到一碗吃 另外一種形式是你可以 如果是真的認真要挑戰大量的話 你就可以很多人倒在一起 然後再迅速的吃 但因為我覺得一碗吃一碗 比較有完口soba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配料 大家如果之前沒有吃過完口soba 它其實基本盤就還蠻夠的了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通常都不會點到太多 然後我覺得我吃的有點太悠閒了 結果到最後我配料都還沒有配到 但因為我本身本來就是 比較不容易膩的人 所以就配料我自己還加點了一個那個 辣的那個薑泥都沒有用到 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但我覺得以趣味性來說 我覺得還蠻夠的 但認真來說以美味程度 我覺得它跟我之前吃過的 完口soba比起來 我覺得味道上 稍微比較沒有那麼的精緻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趣味性 而且在新宿就吃得到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這裡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看其他人拍的影片 我以為裡面會很大 結果沒有耶 小小的一個彎道 我本來以為是會有很多那種 滑水稻什麼之類的 我自己吃完覺得還蠻有趣的 可能因為完口soba 你平常在吃的時候是 如果你是去比較精緻的店 它旁邊會有人倒給你 如果大家沒有經歷過 會覺得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壓力 然後它這個自己不太管你 它只是偶爾會來幫你拍一下 其實吃起來會稍微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呢 現在吃完之後其實 如果旁邊 我自己還很喜歡吃的sugia 就那間分店還有開的話 我一定還會再去買 但是殊不知它現在沒有開關了 好 松屋啦 是松屋 那間松屋 嗨 喔對 我以為是日本人耶 欸 我其實拍好了